再來看到校規嚴格 可以說是出了名的臺北進修女中 最近竟然有四名學生 在捷運車廂嬉戏 不僅吊單槓拍照 還躺在車廂的地板上 雖然捷運無法可罰 不過學校發現之後 現在處罰這四名學生 到捷運公司做公共服務 見捷運車廂 四名穿著校服的高一小女生 見車廂沒有人 便在裡頭玩開了 躺在地上扮鬼臉畢業 甚至單手拉環 雙腳踩在行李架懸空拍照 還滿危險的 如果這樣的話 可能會出什麼意外 很危險而且很吵啊 我會過去跟他們說 同學可不可以麻煩你們安靜一下 有人看到這種危險行為 會出面制止 但捷運對他們可是無法可罰 在旅客虛之裡 女學生玩瘋了的行為 只能拒絕再送 不過學生的行為現在引起了媒體的關注 學校也趕緊把學生跟家長找來面談 孩子非常的害怕 那我講過他是去年剛進午學校沒有多久 去淡水玩的一個紀念 當時還沒有發車 孩子們他非常願意 改過去捷運局做工服 學生做公共服務來毀過 只是穿銷服在捷運裡頭玩瘋了 還好是沒出意外而受傷 但是照片破在網路上 也已經傷害了校域 民視新聞成為楊啟民太平報導 是